內地都是說要堅持改革開放 要比之前改更多、放更多才是 中國就不太想大水漫灌 不想透過借錢、信貸方式增加投資、增加消費 還有什麼呢?就可以… 那我相信中國就會動力更大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壇事件 我身邊有詩生 大家發現上星期我們沒有錄到 因為詩生有公幹就不在香港 今星期浩德暑假去旅行 但我繼續和詩生討論時事的話題 詩曼詩生有否近來看奧運呢? 都有 不過看到11點左右就要睡覺了 我老婆就有起床出廳看 他會叫醒你看嗎? 沒有 我說了我翌日要上班 這次可能在巴黎舉行的時差也算看得多 下午又開始有得看 是 昨晚我們錄影時間是7月30日 昨晚張家朗拿到第二面香港的金牌 今屆很多的賽事都挺好看的 但其實奧運除了欣賞運動員比賽 今屆也有些人關注 會否有些極左主義來滲透了奧運呢? 譬如在法國舉行 選手村沒有冷氣 因為支持環保 吃少些肉 睡的床又用紙床為主 先生你怎樣看這種風氣呢? 其實是否全球都開始不斷滲透這種 叫做比較左的主意 其實影響到世界不同的生活或活動的層面? 我也是支持環保的 所以不覺得它是政治上太極端 而是符合人類未來的需要的做法 即是這個時候付出一些代價 為以後下一代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就不是什麼阻不阻的 是實際的需要 所以你也是支持或者是不同類似的 支持環保 但我又未去到三十多四十度 都不開冷氣 當然有些環保人士是盡量不開冷氣 但是現在基本上人類都習慣了 有冷氣 好像不知新加坡總理說 人類最好的發明就是有了冷氣 因為新加坡很熱 本收益是 如果沒有冷氣 新加坡的生產力會去到現在的水平 師先生你要支持環保 但似乎很多不同的政黨支持範圍都比較闊 譬如說美國大選 譬如共和黨應該是比較幼 民主黨比較左 如果在這個立場之下 如果師先生作為美國選民有份投票 你會選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根據這個方向 我自己覺得美國人應該選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的理念在過去二、三十年 曾經是美國社會的供應的普世價值 你一直都奉行這些理念 你突然間走去反面 對自己都很難交代 即是選共和黨? 是的 你選共和黨還可以選特朗普 特朗普連共和黨 以前比較幼的共和黨 都沒有特朗普那麼離譜 所以我自己認為 美國如果在正常情況下 就不應該選特朗普 不過現在就真是窮到 真是不顧一切了 即是特朗普覺得自己很不顧一切 才不理自己一向奉行的價值 他譬如對烏克蘭問題說得嚴重一點 真是背信棄義的 是的 我見連香港有些支持烏克蘭的 現在美國不支持了 美國主張和談了 他也很難為 究竟是否要否定自己 是的 你師姐 如果跟美國現在改變了立場 假如特朗普上場 即支持烏克蘭的人 都可能比較難去處身立世 是的 你之前都 我自己覺得是相對理念行先 不是現實行先 即是我說這場仗打下去是對烏克蘭不利的 即是支持烏克蘭去打這場仗 這樣就付出代價很大 是 但很多人不是這樣看的 覺得從價值觀念去說 一個是親律者 一個被欺負 當然要支持 坐強負虐 坐強負虐 現在最主張要打這場仗的 美國突然說 如果新的總統上台 不打 所以他的變化是過度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適應 但死亡以這個角度 會否可以這樣解讀 就是美國人都支持不再打 所以支持特朗普呢 應該說 美國人 即是純粹 你要他這個好人這個壞人 他就說這個好人那個壞人 你要他說 為了一個好人 自己付出多些代價 他就不肯 特朗普就覺得 烏克蘭明明歐洲問題 為何美國出那麼多力 一考慮到自身問題 就自主張的價值 道而於不顧 師先生 我們為了外國人看這件事 可能都是評論 但如果這件事 對烏克蘭來說 例如對習連司機來說 你覺得會否挺難接受 當然不接受 他現在都是強行接近 在之前他還在強調 一定要收回烏克蘭的領土 一定不能讓外國主宰烏克蘭的命運 現在他都要在沒有前提下 和俄羅斯談判 詩先生你會預計 如果特朗普真的上場 烏克蘭的戰爭應該真的會落幕 應該很快會落幕 如果美國不出錢的話 就現在輪到歐洲決定 是否繼續 我記得美國現在國務卿 布蘭肯還在說 還有很多國家支持烏克蘭 繼續打下去 美國不打其他國家 再支持打下去 變成都是徒勞無功 美國全力支持下 但仍然只有拖子 都打不贏 之後會打得贏 烏克蘭的前線軍隊 都開始洩氣了 聽到這個消息後 都覺得不需要再打下去了 所以美國這次是一個大轉變 當然現在我們在說奧運會的主張 我自己覺得人可以有理想的追求 亦有現實要去面對 例如運動員宿舍要不要有冷氣 我自己覺得應該有的 因為你那些運動員來自世界各地 除了一些很窮的國家之外 大部份國家可能的運動員 平時訓練的時候都有冷氣 你突然說沒有很多不適應 變成香港政府對自己的運動員 都縮死配 經國家協助買冷風機 買了很多部冷風機 一樣浪費 本來放進房間裡 可能多用幾次 用臨時性 到時難道運回來香港 運回來香港比更貴 都要送給別人的 所以我覺得不算很實際 先生的意思是除了理念之外 都要考慮現實因素 不可以純粹為環保而環保 說完美國、說完澳運 我們說說香港 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北京三中全會之後 接見了我們的財經司司長陳茂波 在會後提出或指出 香港要主動作為 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的發展 這件事之後都引來 很多個解讀 改革這個字眼可能會比較重 是否會意味到香港近來做得不好 需要做得好些呢? 有不同的解讀 先生你怎樣看中央政府出聲 香港改革會否認為 職官員要做得再好些呢? 香港其實支持我的感覺中 香港以不變 應萬別 不是應萬別 不變是主調 即是五十年不變 改革便會變成了 所以我認為香港是 應該保守著之前想不變的東西 保守著甚麼不變呢? 就是保守一國兩制不變 一國兩制入面就是 香港不是像內地那樣 行資本主義 行資本主義 而是要行資本主義的制度 如果資本主義改革下 可能甚至更多社會主義因素 所以我不會強調香港需要改革 即是香港需要否有些改變呢? 時而西逆當然有些東西要改變 但一些重要的東西真的不改變 即是資本主義 保護私有產權 即是有外匯流通 行普通法 這些都是要堅守不變 就不容許有太多改變 所以我自己不覺得香港要強調改革 而且改革也有方向 向哪個方向改呢? 改到似甚麼呢? 純粹一句改革就不算很清晰 整體來說都是不變 以不變為主要調改革就適可而止 因為我怕改得多改錯了 其實也有提到在會後 要鞏固香港或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 先生如果你是官員 你會怎樣想把這三方面做得更加好呢? 我覺得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 是不難做到的 即是才爺說香港的經濟 前經現在可以看好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國的出口增長 香港可以做轉口 有轉口就有航運 有貿易、物流 有貿易、物流 中國不用增長很多 分少少給香港 香港夠食有餘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金融中心問題 金融中心 現在國家都為香港做金融中心 在基本政策上提供了一個基礎 就是一國兩制 所以香港應該強調資本主義 保護私有產權 但要做金融中心 最重要就是要有錢 沒有交易 很難做金融中心 現在弊在歐美 因為政治上 經常都針對香港 變成來香港的錢又少了 是 來香港的錢少了 我覺得 都要找資金補充 靠香港的資金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覺得 中國都要開放一些渠道 讓內地的資金可以來香港 參與一些金融性質的活動 無論是股市、債市、樓市 都要有國家的參與 先頂著 先讓自己國家頂著 才吸引到其他的資金 先生聽你這樣說 這三個中心似乎是靠國家 或者國家發展得好 才會更加蓬勃 如果說國家 就不得不說三中全會 因為會後也有幾個大方向 很多人都會討論 就是新質的生產力提高 另外就是可能在稅務上有些改革 先生你怎樣看三中全會 會後的一些結論 或者推廣的政策呢? 新質的生產力 我自己理解就是 當然是新興的 科技衡量比較高的 有借助到AI、互聯網 即是那方面的生產力提升 那就增長可能會大些 美國譬如最近它的動力很多都來源於AI 而中國在綠色能源方面都發了很多力 對地球要有更好的環境 有貢獻力 有很大的貢獻力 如果你說產能過剩 這方面其實是遠遠不足夠的 因為之前歐洲和美國都有計劃要取締 那些石油車 那你多多電動車都不足夠 這些新的科技 新的需求 是生產力的主動力 那它除了這個 稅務改革 稅務改革 其實今天好像寫了一篇關於稅務改革 我看了師傅這篇文說 希望減稅 但好像稅務改革是加稅 師傅 現在國內的稅務改革 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 它收了多少是給中央洗、多少是給地方洗 我說稅務改革 還有一種是多少給政府洗、多少給人民洗的問題 都是分配問題 都是分配問題 中國不是很想大水萬灌 即是不想行QE那些 但是不想透過借錢、信貸的方式去增加投資、增加消費 還有什麼呢? 就是政府少收稅 就留多些錢給人民消費 給企業投資 都是一種考慮 譬如選了稅 政府扮演的角色少一些 給民間的角色增加 其實大陸改革開放也有這個內容 那時下海大量公務員 份工沒有了 唯有下海做生意 都是想減輕政府的角色 給人民、給企業做多些角色 這個我覺得是 因為內地都是說 要堅持改革開放 要比之前改革更多 放更多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但是我認為 放更多空間給民間、給企業 因為選了稅之後 政府的錢便少了 少了怎麼辦呢? 少了便做少些事 放權 我相信中國動力會更大 施生意向您的角度說 會否贊成中國政府再舉多些債 減稅始終可能短期都會令債部上升 減稅代替舉債 舉債是政府繼續花錢 不過不夠錢便… 即是政府花還是人民花? 舉債是現在花手上的錢 因為花了將來的錢 我現在就不是花將來的錢 而是現在的錢裏面 政府抽少些 人民花多些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但這個要損害了官僚的利益 官僚有開錢花的 要花少些 即是角色少了 關鍵就是怎樣放多些權 政府一定要做少些事情 否則現在就是政府想做的事情太多 想做的事情多便要整天 不夠錢便整天要加稅 說完中國 最悲說香港樓市 先生我看你專欄也有寫 似乎你仍然是看法 和大部分市場市都不一樣 我想說說樓市 大部分人現在都觀察到 可能成交或一手樓交易 有些少少減退了 很多人都會判斷辣椒之外 反彈結束會繼續向下跌 不過先生你認為 我看你的專欄 這些人可能是沒有自己觀點 因為你認為會逆轉出現 可否跟觀眾解釋一下 首先我認為 香港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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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經濟不太差 GDP有增長 收入亦有增長 通常在經濟向好的情況下 很少出現樓市崩盤 另外香港亦沒有過度炒賣 因為一直有辣椒 不要說沒有炒賣 連過度投資也有機會 過去這麼多年都比較少過度投資 寫字樓、舖位都有過度投資 但是住宅很多都是用家買的 亦沒有過度興建 因為現在香港空置率沒有增加 現在的空置率大概是4.1% 之前那年是4.4% 其實我們寫出來的樓是有人居住 有人吸納的 經常說香港供應過多 其實經常都不夠租盤 只不過是住屋的需要現在集中在租務市場反映 沒有在買賣市場反映 這不是代表香港沒有住屋的需求 只不過不是去買賣市場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隨著租金上升 因為如果你供應不夠的話 發展商手上有很多盤 但是實際上發展商開始少賣地了 貨尾陸續會清 實際上供應是接下來會減少的 以及市場不是沒有可能的 我看到最近新盤入伙 要麼買家搬進去住 要麼一出租很快便租了去 現在都是租盤難求 所以市場並不是一片蕭條 在這樣的情況下 賣樓的人 其實不是手上有很多貨 他是用家 他賣了自己的房子 要找回房子住 所以交投不會突然間 因為有人要拋售而大幅增加 其實7月份的一手成交 到今天已經1,040多宗了 上個月有多少? 只有671宗 反而是多了整六成 所以市場並不是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我自己覺得 從不同因素 如果看他的變化來說 是變向好的 供應會減少 利息 如果特朗普上台 選擇的機會很大 租金就上升 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快會出現 就是全錢人銀行 都不吸收租給引 再發展下去 可能是 供樓的負擔 比租樓更輕鬆 這樣就會逆轉 現在還未曾這樣 但發展的方向 是朝這個方向去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看得太差 我估計 有機會在第三季 找到支持位 找到支持位之後 才可以看有沒有機會升 但一直拆下去的機會很低 一直拆下去的因素會變 所以買了樓或觀眾對樓市有興趣 就不需要太悲慮 聽C3所說 因素開始醞釀 我們看第三季會 足底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節目 再聽C3的分析 今集時間就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喜歡我們FINANCE 730節目 Like、Shar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每個星期有一集節目 兩節節目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付ban 音樂 ORW 請 頂 拍 離 關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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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選擇